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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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拍摄过程中 门前的保安自觉将站车位的杂物挪走 但当记者走引后 保安又将车位站上了 随后记者拨打长城市红旗街道的电话 十分钟后执法大队到达现场 来的时候门口还是有占用停车博位的情况 然后我们直把队员已经对咱的占用停车博位的物品 进行了断扣 这个停车博位是公共停车博位 没有人能够圈战私自使用 以后不要再全站那个停车博位的 同时我们将联系交警市政部门 如果再次发现会对咱进行处罚 不然不然 确定不然 那刚才经过执法工作人员的清理之后 这些车位上也都正常的停上了车 那我们也请附近的居民进行持续的监督 让这些公共车位真的让市民来正常使用 这里是守望都市记者刘阔公雷发回的报道 估计现在不少市民就因为这停车博位的问题 改做轨道交通了 的确 说到咱们长春的轨道交通 那多快啊 但是很多观众关心的是 7号线啥时候能完工呢 那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再次来到了施工现场 为大家带来了最新的施工进展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轨道交通 7号线赛德广场站的施工现场 今天呢是6月11号 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天为止 在这一站目前呢已经开始了这个打桩等一系列的施工 那现在在我手边的这个施工现场总平面图也可以看到 那么接下来呢要进行的工作呢 就是这个围挡四周的这个征签工作 包括在征签完成之后呢 在下一步还将在这四个方向设立四个出入站口 方便我们市民在未来乘车的时候进出站 岛市车站因为环岛的车流量特别大 以前是七车道现在改成了五车道 现在目前来看这个岛流的这个车流 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影响 那么大家通过我手边的这幅示意图可以看到 整个7号线呢是途经了汽车公园站 包括吉达寺院南湖大陆 还有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林河街以及赛德广场 那么整条线路是途经了我们长春市 很多重要的交通节点以及商圈 那相信未来七号线在建成之后呢 也将是我们长春市东西走向的一条 十分重要的轨道交通线路 东环路站是交通导改已经完成了 现在正在画标示标线 没有进行交通导改的地方 就是在老城区里 南湖大陆归南街这块 商户包括这个所属产权的地比较多 下个月逐步进行交通导改 首王都市长汉广为报道 七号线这个便民立民的大工程值得等 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关于十几亿人的大动作 人口普查可不能等了 因为就在昨天呢 咱们长春市的人口普查宣传活动已经开始了 而宣传的目的就是提醒大家 要看一看自家的户口登记的情况 如果有迁入迁出等手续还没有办的 或者你的户口信息与本人不服的 得抓紧办了 如果不懂的问题呢 可以咨询公安护证部门 爷爷 那两位兄前华重见叔叔阿姨是谁呀 哪里呀 是对咱们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即将开始 六月份以来 长春市公安局以及各区分局举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增进广大市民对普查工作的了解 六月十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在辖区内进行了人口普查宣传工作 共印制了宣传单15万份 在活动现场 民警向市民发放了便民服务签 以及人口普查宣传单 这其上对于人口普查的时间方式 以及注意事项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从六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期间 公安机关将结合疫情防控要求 采取多种方式逐人逐户核对人口信息 采取上门见面或者是打电话 或者上网这样的方式采集这些信息 市民应及时关注自己的户口登记情况 如有签出签入手续未办理 或户口信息与本人不相符的 应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 我喜爱是外地的 好了我是本地的 人口普查 其实我俩想签到一个户口本 该怎么办 就是你们俩带着你俩的户口本 到你的户口死来地的派出所 去申请就可以了 参与宣传活动 市民们都有收获 通过的宣传 知道了人口普查的知识 民警上边的普查 我必须好好配合 这事才重要了 首昂都市新冲静泽报道 来关注一场发布会 就在今天呢 省委政法委 省官厅等相关部门 召开了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不仅公布了 近年来 我省打击非法集资工作的成果 还对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进行了介绍 6月11号发布会上 我们了解到 三个指导意见 主要是为打好 三大攻坚战 而出台的具体措施 其中省官厅在会上表示 近年来 我省已经排查了 全省金融类公司 1.5万余家 取缔官厅涉嫌 非法集资犯罪线下机构 243家 共立非法集资案件 991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1118名 涉案总金额 232亿元 下一步 对投融资 中介等高风险 金融主体 开展动态监测 和早期预警 同时 省官厅在发布会上表示 针对打击 非法集资犯罪工作 我省官机关 对能够偿还资金的 涉事主体 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 引导其分布 清退等内容 针对部分实体经济企业 发生的非法集资行为 我们将严格规范 奢施 奢企 执法行为 最大限度 减少对企业 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 视网都市 长汉广为报道 除了非法集资 违规销售鸟类 也同样是整治的对象 我们经常说 不知者不怪 但是这句话 在法律面前 可就不奏效了 比如当我们在早市 或者是花鸟鱼市 溜达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 有人售卖鸟类的商贩 这些商家呢 他其实也说不清楚 这个鸟是什么品种 但都当作宠物来卖了 但殊不知 其中很多都是 严禁出售的野生鸟类 2020年6月6日早期时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宽城分局 与长春市林园局 市市场监管局 网监处 市公安局 市要还真支队等部门 共同开展了 联合整治鸟类市场 专项行动 在长春市宽城区 新岳路与西环城交汇的 鸽子市场 检查了鸟类市场 根据执法人员的调查 发现这些摊主销售的鸟类中 包含野生鸟类 均为严禁出售的范围 并且现场还发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 禁止出售 购买 利用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禁止网络交易平台 商品交易市场等交易场所 违法出售 购买 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或者禁止使用的捕猎工具 提供交易服务 因此 执法人员也表示 接下来也将会继续 加大执法力度 对非法养殖 出售 购买 利用 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 加大执法力度 依法严厉 打击 破坏鸟类等 野生动物的各类违法行为 守望都市 战斌 静泽报道 我们常说人类命运 共同体 其实保护他们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而说到保护 交警 消防 120 在日常生活当中 给了我们很多的安全感 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 就是一场 交警消防120 三部门联合开展的 应急模拟演练 因为眼下 已经进入到讯期了 模拟演练的目的 就是防止在讯期 发生交通事故 以及一旦发生意外 如何及时有序的处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长崎南县 与全眼大街的交互处 那今天呢 莲花山 消防大队 交警大队 以及120 是联合开展 应急处置演练 那么主要是针对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 各部门如何紧密的配合 抢救上员 处理事故现场 东西东西 我们已经够了现场 现在我们已经 现场已经没误好 完美了 此次演习是模拟一场交通事故 一辆普通轿车在路面失控后撞上路边 车辆受损 驾驶员受伤 交警 消防以及120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现场勘验 拆卸受损车辆 抢救伤员 整体就业流程仅用了15分钟 做到检验空档 做到四维一体 有交警 消防 120 保险公司四维一体 通过这四维一体联合演练 做到快速发现 快速救治 妥善救助 据期进入6月 吉利省也进入了每年的讯息 全省交警部门将持续开展路况研判提示 强化防范措施 疏通爆炸 对受恶劣天气影响 导致的交通事故及时有效地处理 爽多士 王磊 海军巴达 天气变化 传奇兼六 工作加生活 实用大机座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人常味的金曼南洋白开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 多云转类阵雨 17到30摄氏度 白城晴 17到29摄氏度 松原多云 18到30摄氏度 四平多云 17到28摄氏度 表园多云转晴 15到29摄氏度 吉林晴 15到30摄氏度 通化晴 15到29摄氏度 白山晴 13到29摄氏度 岩济多云 15到30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 10到27摄氏度 长春 多云转类阵雨 17到30摄氏度 金龙与农香奔炸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香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广气风前雷铃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夫妻之间闹矛盾 高速围停 下车争吵 矛盾升级 大打出手 高速路上 闲相怀生 民情劝解拉架 不想反遭误伤 夫妻吵架动真阁 高速路程舞蹈场 守望公司 今日关注 逛夜市手机被盗 监控拍下全过程 他在打的时候 还有个人帮他打掩护 贵书开出手去报案了 这个也怀疑可能是 这个团伙作案 也可能是一个罐头 在这个位置 可能闹市区人特别多 特别洒 村民挖野菜迷失山野 民警五小时 搜山寻人 12点的对不对 两个野人下不下 几个野兽啊 还上不上来呢 不来 买楼迭送起争议 相关部门如何定性 对这种的产投面积 我们要以政府的相关 规判部门包括 这个房地局 他最终核定的为准 市规则局领导也查到会了 并且家会上已经 就是他们都通过了 很明确 很明确 别人的房产证已办完 为何他的办不了 骗问题 然后导致我们这个整个 移动产生下不来 上几次给的打货 都没有实现了 一直到现在 这个结果也没出来 很多人怎么来呢 咱们就安心就行了 商圈 街边 小区外 开车容易 停车难 把所有公关车位都给站上来 让我怎么起 车位站上来 我们就不能停管理停了 你觉得这样 白沉 路怼 正面刚 私占车位 谁来管 我家这段是我家的 你说这是你家的车位 守王宗市 发起车位保卫战 第二季 这都是公共车位 肯定是热令 轻轻强地筛出 早期停车障碍 回环公共空间 保留热线 963890 一起来向 私占公共车位 宣战 欢迎回来 正在直播的 守阳都市 也欢迎您通过 我们两部这些电话 0431890 89000 0431963 890 以及守阳都市的 官方微信平台 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以及采用 将获得最高千元的 现金奖励 这一时段 先来说一个着急的事 就在今天凌晨的两点左右 极大医院的二部 收治了一位 昏迷的女性患者 那令人着急的是 这患者的家属 院方是迟迟联系不上 现在我们的记者 王磊就在医院 详细的情况 我们来问问他 王磊你好 张雅你好 好的主持人 那现在记者呢 就已经来到了 极大医院二部 急诊科的这个抢救室内 那在记者身旁的 这个病床上的 这名女性患者呢 就是在今天的凌晨 两点钟左右 院方收治的 这名无主患者 那让我们来 这个今天当职的 这个医生啊 陈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这个患者 来的这个一个情况 你好 你好 这位患者是我们 今天凌晨 两点钟左右 收治的一名患者 据报案人讲 他是在 近开三区附近 被人发现 晕倒在路边 然后那个 经过120和110 共同送到我们医院 我们医院来了之后 立即开通 那个绿色通道 给患者行 那个心电图 血气分析 包括头细地检查 检查结果 目前 头细地是没有异常的 然后这个患者 现在生命体征 也是平稳的 但是只是 他现在是一个 意识不清 没有办法 与我们进行 正常的沟通 现在他的身份不明 但是我们医院 也立即给他进行 就是积极的治疗 对应治疗 但是现在因为 他的身份不清楚 所以说不清楚 他的既往史 对下一步治疗之后 有一定的影响 对 那现在呢 记者在这个抢救室里 我们能看到 这名无主的这个患者 是个女性 她的大概年龄 是在60岁左右 那身高呢 是在1米6左右 那这个体型呢 是有点微胖 短发 那据这个民警 跟我们当时讲呢 这个当时发现 这名患者的时候呢 她在这个随身携带了 一个手电筒 还有一个水杯 那除此之外呢 在她身上啊 没有找到任何 能够证明她身份的 这个有效信息 所以说 对于这个医院方来说 对她的治疗 也是现在来说 也是很难开展 对对对 因为 一是不清楚既往史 二是 没有办法进行 那个正确的 规范的查体 因为患者不能配合我们 所以说现在只能说 针对患者的 一般情况进行治疗 具体这个病因 还得再进一步寻找 好 谢谢您 那从今天早晨凌晨呢 一直到现在 从院方收拾这名 女性患者到现在呢 是已经过去了 将近16个小时 那在这16个小时当中啊 这个警方也是通过 这个电脑系统呢 对这个女性患者的 这个面目啊 也是进行了一个 这个身份的 这个比对和核实 希望能够找到 这个线索 但是暂时到现在为止呢 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那么我们也希望 电视机前的您呢 如果认识这名女性患者 能够及时 马上跟我们栏目 取得联系 或者是跟院方取得联系 那现场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主持人 感谢张言的详细介绍 也是同样啊 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认识 刚刚在视频当中的 这位患者 请您给他的家人打个电话 说不定家人 现在也非常的着急 因为从凌晨到现在 一直找不到人 拜托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新闻 说一说眼下在长春最火的 什么最火呢 相信您一定会说 对就是夜市 那说到夜市 什么最吸引你呢 估计答案都是美食吧 如果有人告诉你 这夜市的美食可以免费吃 是不是你都想不出 一条拒绝的理由呢 最近很多朋友 都在朋友圈里 看到了这么一条推文 内容说的就是 只要你转发并留言 超想去这三个字 就可以到网红夜市的现场 领取霸王逛吃券 就这样 领券的队伍排起了长龙 可领到券的市民脸上 却写着大写的失望 王先生说 6月10号是长春网红夜市 开业的第一天 为了领取霸王逛吃券 自己排了将近两个小时 本以为可以免费吃到夜市小吃 可是没想到 拿到手的 却只有两张五元的带金券 随后根据王先生反映的情况 上午十点 记者来到了长春网红夜市 在现场记者发现 即使是上午的时间 仍有上百人 在排队领取霸王逛吃券 排队是领券是吗 对 排了多二十点了 我九点半就倒入 已经四十分钟了 是不是当时咱们两个 是什么券 是免费的吗 是不是啊 应该是免费的券吧 我不知道 免费的 写了免费的 哪是写的 上面写好像是五天机球啊 什么吃 是不是啊 这么说的 是不是要写免费吃啊 好像是 免费吃 看不着 你看 采访中记者发现 排队领券的市民 大部分都是看到 微信朋友圈的推文 来到现场的 很多人认为 拿到了霸王逛吃券 就可以免费吃到 夜市小吃 而在领取真正的 逛吃券后 记者看到 很多人都露出了 失望的表情 我以为是免费的 一张券 一月一张券 可以免费吃 没想到就 一个据 排了 八四点 九点多点就来排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霸王逛吃券 小小的一张券 为何让很多市民 诚信而来 却败信而归 是百姓的误解 还是商家的存心误导 审闻的时候 没太注意这个事 可能也是没想到 这么复杂 后来也有一些 很多市民在打电话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 这是问题 就马上要解决这个事 更新了 把这个钱 免费资料也去掉了 负责人表示 因为工作失误 微信上的推文 的确产生了奇异 发现问题后 工作人员已经第一时间 进行了更正 同时为了避免 更多人产生误解 夜市方面 已在领取处 进行了标注 并加派工作人员 在现场解释 能不能看一下 现在更正之后 的是什么样 这个约境长存网红 也是嘛 是零福利了 原来我们 原来是 原来的 它是免费什么什么的 现在就把这个 都更正过来了 市网都市冯帆 名利报道 希望今后 这商家的宣传 能够简单点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就是如果消费者 能够乐乐呵呵的 那么花点钱也没关系 但消费者不高兴了 你免费请他吃 他也吃不下去 下面这位王先生 就挺不高兴的 他说前几天呢 晚上自己去 桂林路商圈附近 刚离开车不到三分钟 这放在车里的手机 就被人给偷走了 6月6号周六晚上 然后呢 我朋友在桂林路摆摊 下去买了他一样东西 我就上车了 等我想起手机的事 我发现我的手机线 就扔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了 然后所以我就当时 就挺纳闷的 都说 手机哪去 对对对 好像手机就丢了 后来掉了监控录像 发现是手机是被偷的 王先生提供的监控视频中 我们看到 当天晚上9点28分左右 在他下车之后 两个身穿白色T恤的年轻男子 由东向西方向 朝着王先生的车走来 从这侧的马路上 然后看到我车 可能是没摇车窗 他就故意走过来 走过来呢 他就是从我车前一经过 他想确认一下 车里有没有人 然后他一看没有 他转身就拿了我的手机 就离开了 两三分钟可能 因为我一下车就偷走了 你觉得他是这种 伺机的还是随机的 他也是随机的 就是说他得看机会嘛 就是说他发现 这个机会我不应该错过 我就过去偷一下 而且他是两个人 就是说他在拿的时候 还有个人帮他打掩护 归人路派出所去报案了 这个也怀疑可能是 这个团伙作案 也可能是一个罐头 在这个位置 可能闹市区人特别多 特别杂 那么就可能 就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财产安全了 是网都市张默 新南报道 可能你会说 有监控的地方 当然会留下证据 那像火车车厢 这种没有监控的地方 怎么办呢 别担心 有咱们群众正义的眼睛 这事就发生在 长春开往 宁波的一趟列车上 当时那一名 鬼鬼祟祟的男子 看其他旅客睡着了 于是动起了 盗窃的歪心思 但他没想到的是 从自己动手的 那一刻开始 就有一双正义的眼睛 正在直勾勾地盯着他 并且还特别及时地 用手机全程给拍了下来 在视频中 这名男子来回走动 并且不时张望着 像是在寻找什么目标 这便引起了 坐在附近的 一位女士的注意 没过多久 该名男子便坐在了 过道内 从座位下的背包内 拿出物品 放进了自己的衣服兜里 坐完后 该男子岂是离开 可他并不知道 自己这一行为 全部被坐在旁边的 这位女士 用手机拍下 之后 这名旅客 马上联系到列车乘警 乘警抵达现场 在卫生间 将该男子抓获 经调查 该男子为汪某 曾两次因为 在列车上盗窃 被判刑 起初汪某并不承认 自己这次盗窃的事实 拿你东西吗 我拿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啊 我们会有视频啊 视频我没拿 没拿 随后 当城警向汪某 出示了被拍摄的视频后 汪某便不再狡辩 承认了自己的盗窃事实 我小眼我身掉了 哪个小眼呢 小眼 没有过去 小眼我身掉了 列车到达上海南站后 城警将汪某 移交上海南站处理 现汪某 因盗窃罪 被上海南站派出所拘留 什么都市报道 接下来说个重要的事了 重要的事不说得说三遍吗 挖野菜之前 一定要先熟悉路线 你看又有人 因为挖个野菜迷路了 最近十几名村民 相约去长白山邻居挖野菜 结果挖着挖着 其中两人失联了 大家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没办法 只好拨打了报警电话 6月7号凌晨3点 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清水河边境检查站 接到报警称 有两名村民 在邻居采摘山野菜时走失 目前已经失联24个小时 接警后 边检站迅速抽掉 十名经验丰富的民警 组成救援队 携带粮食 水和常用急救药品 前往18地点 12年的对不对 下不下 帮你走啊 那你不走咱那行啊 经询问了解 这十名村民 来自白山市石仁镇 6月6号凌晨 驾车来到长白山池南区 天目山林区 采摘山野菜 其中两名妇女 采摘过程中失联 未按时到达指定集合点 由于山里茂密 环境复杂 失联人员随时可能存在 生命危险 救援队迅速制定搜救方案 开展地毯式搜查 前进过程中 一定要用我们的 对讲机首饰机 互相联系 时刻保持联系 而且我们组一组之间的成员 坚决不能走散 同时以喊话 拉井敌等方式 为搜救人员 及走失村民 指名出山方向 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听到吗 有人请回答 经过四个小时的不屑搜救 救援队在密联中 发现呼救的两个人 经确认正是走失的两名妇女 经检查 两个人除全身衣服湿透 体力不知外 身体并无大碍 在服用食物和矿泉水 体力恢复后 众人安全下山 一场历史五个小时的救援任务 圆满完成 民警提示 长外山地区山林茂密 地形复杂 且有大型野生动物出没 群众在采摘山野菜时 要选择熟悉路线 结伴而行 更不要远离同伴的可视范围 避免误入险境 守望都市 印德海军 通讯员 王春阳报道 来说一个好消息 如果你最近想去长白山玩的话 看到这个消息 一定会很开心 因为从今天开始 长白山景区向国内的游客 全面开放了 而且推出了免景区门票的福利政策 需要提醒您 有时间限制 来看一看 警队疫情防控的研判 长白山景区公司决定 自2020年6月11号起 长白山北西景区 面向国内游客全面开放 景区执行实名制 分时段 网络预约入区 6月11号至6月27号 游客客免景区门票入区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精神 经研究 原定于2020年9月5号 6号举行的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体考试 暂定延迟至2020年10月底举行 原定于10月17号举行的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主观体考试 暂定延迟至11月下旬举行 关于2020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具体时间和相关工作安排 以司法部公告为者 据教育部考试中心此前通知 原定于2020年6月13号举行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延期并分两次举行 考试日期分别为7月11号和9月19号 日前全国都所高校发布通知 具体工作安排六行通知 长春市路源区部分区域计划停电 停电时间略12号8点半到17点半 停电范围有汇公路以南 远达大街以西 荣光路以北 沿河街以东部分用户停电 二道区人民医院 长春市第一外国语中学 长春公路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首要都市编辑报道 买楼叠送起争议 相关部门如何定性 最终的产投面积 我们要以政府的相关规划部门 包括这个房地局 它最终核定的为止 辉持集 市辉持集领导也插会了 并且在会上已经 就是他们都通过了 就很明确 别人的房产证已办完 为何他都办不了 一件问题 然后导致我们现在 整个一动场就下不来 上几次给的打货都没有实现了 一直到现在 这个结果也没出来 我问是怎么办 那咱们端子就行 游乐场办理会员卡 店面关门难退余额 鲁月份再来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 关门装修的状态了 我曾经找过商场 商场说他们也找不到 联系人 负责人 我们现在联系人 联系人也都在带港状态 所以呢 具体的呢 我要对班的负责人 要跟你联系 朋友好做 债主难当 借钱容易 要回南 既然我说手机吧 没下来 你知道我都把机器关不住 在厂家拿这个手机了 推推不过去了 我没逃避 没不连 我俩就是我俩一直都通电话了 因为没不逃避 没不连 你的一直都通电话了 都能还 没有数吗 对对对 有偿代办公租房 明明标价四万五 记者在访代办公司 大门紧闭 人失联 您好 银波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公租房管理部门已报警 坚决处理违规行为 管理部门严查公租房代办 守望都市 今日关注 5G看一栋 未来无限可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咱们接着来关注新闻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报道了 有人在小区周边张贴广告 声称能有偿代理申请公租房 而且承诺交了定金不用排号 马上能拿钥匙看房子 记者调查发现 张贴广告的人是来自 吉林省通图人力资源公司 节目播出后 长春市公租房管理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马上联系了我们 表示他们对这件事高度重视 而且已经报警 6月10号 守望都市栏目报道了 吉林省通图人力资源公司的 工作人员 在小区宣传栏张贴办理 公租房的公告 并承诺4万5即可待办 咱们有这个渠道 对 至于我侠岸的关系 我想承诺办理公司 你不用去来一天 我肯定有这个能力 没有能力 我以后来就来看下 大丹区 就去做 说白了 拿出牌号 这块有个办法 你今天 你今天就要进去 明天后天 要是到了 就要你去看房子 你把一人过一跤 我说你要什么样子 你拿俩定金来 我给你拿俩定金来 我拿一根金来 这种回事 你拿这个 这把要是去炸 这就是 根据长城市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通过中介机构 和个人申请公租房 本身就是违规行为 失信违规还将面临处罚 同时 长城市公租房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今年还没有收到 申请公租房的相关信息 我们没有接到政府的通知 到目前为止 咱们是没有这个公租 新的公租房方圆的 我们只能是奉劝 你不要相信社会上这些 那个谣串 节目播出后 今天上午 记者再次前往了金色欧城小区 来到了这家吉林省通途人力资源公司 但记者上楼后发现办公大门紧锁 随后 记者拨打了该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 但也无法接通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而针对该公司工作人员有偿代办公租房的行为 记者也来到了长征市公租房管理有限公司 昨天守望都市报道了吉林省通途人力有限公司的有偿代办公租房的新闻 那今天上午呢 记者也来到了长春市公租房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呢 看到新闻后呢 他们也高度重视此事 并且呢 也在开会讨论 目前呢 已经报案 同时呢 也提醒广大的市民切勿相信社会上这一类的代办中介 以免呢 造成自己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部门的重视下 事情能够早日查清楚 到底中介公司这所谓的渠道是什么 为这条暗渠保驾护航的人又都有谁 公租房不是谁的私产 更不能成为违法者牟利的工具 乱象 有必要整顿 大家也有权知道真相 前天我们节目还报道了 长春市蓝色港湾小区 二期地缺一百多户业主面临的难题 因为房子涉及买楼叠送的问题 业主对产权面积怎么算 存在着质疑 这也导致五年多了还没办一下产权 那么赠送的面积到底该不该计入房屋面积呢 今天记者也走访了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这个是我们在15年买房的时候 售楼处给我们提供的送送面积图纸 爱家爱库都有送送面积 在这个图纸上都体现得零零尽质 非常清晰 这个呢不是我们地产提供的 售楼处当时给我们提供的 如果不是咱们地产售楼处提供的话 那业主从什么情况下来 对不起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这样呢以后延伸出很多费用 打比方这个物业费 取转费 还有一些房地产税 物业维修基金等等 很大一笔费用 这是我们老北京无法承担的 现在吧就是产权 我们正在这个规划核实阶段 确实呢按照这个合同约定 我们与其这一点我们也是承认 最终的产权面积 我们要以政府的相关规划物门 包括这个房地局 它最终核定的为准 这是前几天 我们节目中报道的 蓝色港湾小区 二期地区120户业主们 所面临的产权问题 那么天汇房地产 有限公司王经理所说的 产权规划核实 究竟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长春市住房保障 和房地产管理局 我们是个协家新购 你觉得是这东西 但是人家规制局 你智能就是规制局智能 规制局市规制局领导 也插会了 并且在会上已经 就是他们沟通过了 很明确 很明确 咱这个结果是什么呀 或者说是什么时候 能让业主知道这个结果啊 在这个之内 你们要跟规制局沟通 据了解 关于蓝色港湾小区 二期地区业主们 所遇到的情况 目前长春市房地局 已经成立专门的确权小组 并于近日就此事 进行了开会研讨 具体情况 以及产权问题的处理方案 将由规制局下达 对此事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首望都市赵新 海军报道 希望最后这个产权面积的问题 能是一个双方 都能接受的结果 赶紧把这产权问题解决吧 买了房子 产权要是办不下来 这确实一直会成为 业主们的心病 长春市东安开运福利小区的 业主卢先生 也正为这个心病而心烦 他们小区其他商品房的产权 都办完了 只有他住的这栋楼迟迟办不下来 那这栋楼差在哪呢 卢先生说 他所在的是东安开运福利小区 A区A2-1栋 之前因为自家楼栋的前方 有厂房涉及拆迁问题 地产公司将自家所在楼栋的楼宇门 改到了反方向临时通行 可不想 这一改直接影响到了办理房屋产权 去年小区其他商品房的产权 纷纷开始办理 可是他居住的这栋楼 却被单独分割了出来 拆清后 厂房位置盖起了两栋公寓 卢先生所在的楼栋的楼宇门 也改正了方向 业主们想 这回产权问题该有动静了 可是几次找到地产公司沟通 一直没有准确的答复 我身后这栋高层 就是卢先生所居住的 A2-1号楼 那么卢先生说呢 在整个小区里面的 所有的商品房里 唯独他这栋楼 至今还没有办理下产权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 开发商给出的10月份左右 完成产权登记备案的承诺 又是否能够兑现呢 那马上呢 我们将到树楼中心 进一步了解情况 这栋楼当时最早期的时候 因为那个公寓 就是拆清那些 之后然后它那个正常规划 是从北乡入货 然后现在是 当时是让大家入住的时候 临时改了一个两个住宅 改成南乡入货 然后现在这个也刚刚改过 然后因为疫情期间 就是具体要是说 办到哪个什么时间 能下午 所以具体的论 东安福里小区 营销部门负责人 刘经理表示 他不了解 办理产权的具体事宜 但截至目前 对于地产公司 给出的承诺 今年10月左右 能够办理产权的 这一说法 他没有接到变更的通知 对于业主所说的 违约金一事 刘经理也表示 地产公司一定会说到做到 经过记者协调 刘经理也和业主们 达成初步意向 下周让业主和具体负责人 对接沟通 明确产权的办理事宜 也希望下周双方的对接 能有好的结果 让业主们早日拿到产权 这样住的才能相对安心 家住长春市 好景山庄的李女士 最近她可有点不太安心 倒不是因为产权有问题 而是楼下的住户 把燃气管道给改了 李女士觉得 这容易存在安全隐患 所以她一天到晚 是提心吊胆 我是好景山庄 24栋一桌 月三号 延期公司的工作人员 穿着制服 上我们去敲门 说我们做没做饭 把楼具关了 我说你们是哪的 他说 他说我们二楼要更改 更改管子 燃气管道 下来的时候 他已经把管子全切断了 都去了 看了 都去了 都去看了 我们都有证据 李女士告诉记者 这栋楼每一户的燃气管道 在改之前 是在偏中间的位置 而二楼这户将管道 移到了靠边处 自己也联系过这房主 但房主表示 将房子的装修 全权交给了中介 随后负责装修的中介 赶到现场 他表示会配合整改 只站着这样的 就是这个位置 原先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已经移到这个位置 对吧 他说保证没问题 你就放心 就是了 我们经常 就是说 这个设计方案 也是咱们提供的 是不是 不是 我现在把这种说 咱们现在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都已经找人 提供的信 都在处理 以前的事 就是过去 不是 姐 我跟你说 不是说以前 我们要看不着 你们死子改完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 对不对 这两天就不动了 一直都停 自从到备完了之后 咱一直都 李女士说 之前联系燃气公司 他们也派工人 到现场进行过核查 但到现在 也没有解决 燃气公司 看来了 说严奏违章 板子不合格 不能有焊点 没有解决 他说得通过 设计院工程师 上这来 来重新设计 那么 好景山庄 24栋 这户燃气管道 改动后存在的 安全隐患问题 何时能解决 记者也拨打了 燃气公司的电话 那么记者呢 刚刚也是联系了 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承诺呢 将在15个工作日之内呢 解决此事 我们也希望呢 相关部门呢 能够抓紧施工 保障这个用户的 用户安全 这里是守王都市 加入雨风 为您现场发挥的报道 去年11月 长春的王女士 给孩子在长春 重庆路 活力城三楼的 淘气宝 办了200元的会员卡 今年5月份 带着孩子 再来玩的时候 发现这家店 已经关门了 那现在会员卡里 剩的余额 该怎么办呢 王女士家住 重庆路附近 去年11月份 带着孩子在 重庆路三楼 游乐场淘气宝玩 当时有优惠活动 便办了200块钱的会员卡 就是一个游乐场 淘气宝 当时花200块钱 办的12次 玩了4次 还有8次 8次 大概100多块钱 5月份再来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 关门装修的状态了 我曾经找过商场 商场说 他们也找不到联系人 付责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 关门 是否还会继续营业 随后 记者拨打了商家电话 之前在这办了200块钱卡 现在是想退回来 咱们这个是什么原因 关门了 这个现在是 商场那边 不让我们营业 然后我们的机器 都在那 为什么不让你们营业 具体的 我们相关的部门 在跟他交通的过程中 我们是一个连锁企业 我们人员也都在带港 所以具体的 我让那边的扶责人 然后跟你联系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公司和商场 存在纠纷 相关细节 正在协商当中 那么 王女士卡内 剩余的钱 是否能退回 随后 记者来到 重庆路 活力城商场办公室 何时情况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 针对王女士反应的情况 已经记录 他们会将问题上报公司 尽快帮助王女士 沟通解决 首王都市西然 明强报道 前两天在四川绵阳街头 一名女子被困在了车里 由于被困的时间太长 女子已经是满头大汗 脸色苍白 万幸这时候有路人发现 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一名女子被锁在车里 面色苍白 满头大汗 索性有路人发现了她 拨打110报警 怎么回事 打不开了吗 民警赶到现场后 用弊盾强行破窗 迅速将女子救出来 女子称 因为和男友吵架 男友一气之下 将她锁在车内离开了 哎呀 这不管怎么吵架 都不能用生命做代价 需要被救援的 还有下面这位 魏超进路穿越护栏 结果头被卡住了 消防员一边救援 男子一边哇哇大叫 最后消防员用液压剪 将栏杆剪断 男子才得意脱身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了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啊 下面这事不但丢人 还丢狗 这次的主角啊 是一只拉不拉多犬 这狗主人带着爱犬 到公园拍照 结果爱犬却被凳子给卡住了 最后经过众人合力施救 狗狗成功脱困 这话不多说 回家减肥吧 再来看下面的这个小家伙 简直是可爱爆表啊 这是啥 国宝出街吗 这是一只可爱的松狮犬 被主人给造了个形 身价一下子就提高了 这头在大马路上 回头率那是相当的高啊 本节目公路 独家精彩短视频 都在西瓜视频 欢迎下在西瓜视频APP 搜索观看守望都市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咱们接着来关注新闻 上个月末 省高速梅河口分局指挥中心 在开展视频巡逻的时候 发现有一辆小型轿车停在了 砸到驶入主路的加速车道内 然后这车上走下了一男一女 先是争吵了一段时间 随后又大打出手 这可是在高速公路上 不但围停还开打了 5月29号下午将近两点半 审计高速208公里处 一辆小型轿车 由砸到驶入高速后 很快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监控镜头推进后 民警发现 这车上怎么还吓了人了呢 一男一女 似乎在说着什么 随后黑衣女子上车 白衣男子则在高速上 逆向不行 几秒钟后 本来已经启动的小轿车 再次停了下来 黑衣女子下了车 开始指着白衣男子说着什么 最开始白衣男子不为所动 但几秒钟后 似乎忍不住了 回头开始与黑衣女子争吵起来 可能是见到男子 开始与自己争吵 黑衣女子是瞬间爆发 几步小跑 窜到了男子进前 不由分说 抬手就打 两人你来我往的打了将近一分钟 小轿车的后门开了 又下来一位黑衣女子 不过看着架势应该不是来助权的 还好还好 这一位是来劝架的 就这样 这三个人在高速公路上 开始了扭打拉扯 在将近两分钟的时间内 多辆大车经过 现场是显向还生 目睹了全过程的 美河口分局指挥中心的民警 立即通知了站口的执行民警 立即赶往现场 当民警到达现场时 二人的情绪仍然异常激动 全人不顾时代的警车继续扭打在一起 可能是气还没消 黑衣女子又是抬手一巴掌 没想到打到了民警的眼睛上 可能是意识到误伤了民警 黑衣女子不再出声了 白衣男子也是不说话了 就这样 民警带着三个人来到了车前 经了解 二人为夫妻关系 准备驾车载着姐姐及两名外甥 去往长春探亲 途中因为一点小事 二人在车内发生矛盾 双方都不肯退让 致使矛盾升级 男子下车愤然离去 使得妻子的情绪失控爆发 两人因此扭打在一起 听了民警的劝解 两人的情绪都有所冷静 但考虑到安全驾驶 在他们离开前 民警还是又劝了一句 你俩开车可别捂着了啊 有啥问题 到底用人来解决啊 不好意思了 谢谢你了 一个多小时后 民警电话联系夫妻二人 得知车上人员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 夫妻生活一辈子 柴米油盐酱醋茶 磕磕绊绊的琐事很多 双方一定要控制好情绪 开车出门 尤其是驾驶员 把握好方向盘 掌握好生命线 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再三 切勿被愤怒冲破了头脑 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首网都市 易阳编辑报道 家里的事咱就不掺和了 谁有理啊 怎么来讲理 这是他们相处的方式 但是记住了 你们的相处方式 不要影响到他人 这一车人 以及路上其他的车 在这个时候 都被你们的家务事威胁到了 这就不好了 前几天一位李女士 给我们打来电话 说他认识一个男的 先是跟他借钱 后来要说帮他买手机 李女士分几次 给他转了将近六千元钱 但现在对方 既没有给他手机 也不还钱 李女士说了 这男子好像 还是我们节目中的 一位老熟人 到底为什么叫他老熟人呢 看看就知道了 我俩是通过我前男友认识的 我们经常在一起 溜的玩 今年四月份 他说倒二百 我说行 那我给他转过去了 转过去了 然后没给我 之后又借走了五百 男也是这种小钱 二百五百 但是借完到时都给我 李女士说 这名男子姓冯 在向他借完钱之后 并没有还钱 而两人在聊微信时 李女士提过 着急用钱 想要换手机 而冯某表示 自己能帮他拿到 低价的新款手机 他有认识说什么 买手机的朋友 总价大概在五千九百九十九 说在他们里面买 就三千四百块钱 然后再给 就是他朋友的好处费 再给个 转个一百八二八 这个红包形式 我说那我把钱 转你的手机 几天呢 价里 他说 我就会把手机 过游过来 而后李女士 并没有收到手机 她告诉记者 自己多次找到冯某 想把钱要回来 但一个多月过去了 也没有结果 既然我说手机吧 没下来 你能不能把钱转给我 我在厂家拿这个手机了 退退不回去了 手机啊 他给卖了 我说卖了 把钱给我呀 就各种理由 搪塞我 李女士说 通过这件事情 想起了之前 冯某给他发过一个视频 正是2020年2月23号 在我们节目中 报道过的男子 借钱不还的事件 微信给他转了后一批 支付宝还转了一批 一共将近三块钱 然后刚开始说要还 后来就一直都是 拖拖的不还 等到11月份的时候 这个人就彻底失联了 当时看了这个视频 还借钱给他 就没质疑他吗 李女士表示 自己现在回过神来 觉得冯某可能存在 多次向他人 借钱不还的情况 担心自己的钱 要不回来 随后我们拨打了 冯先生的电话 我俩中间没有欺诈 也没有纳 我确实签了钱了 然后中间都不是 中间不是没有钱吗 中间我俩就和尚怎么还了 然后就是怎么 就咋说呢 反正这些事已经完事了 就没有纳 他给你转的这个钱 买手机 但是手机 您没有给他 这个事是属实吗 手机是正常的 然后没有 因为我俩已经 再解决了 就不用解决那些了 之前我们节目 也是采访过您 这种类似的经历和情况了 我没逃避 没不联系 我俩一直都通电话呢 也没什么不逃避 没什么不联系的 一直都在通电话 都能缓上是吗 对对对 而后 李女士也回复记者 表示冯某 已和他联系 他说的是20号 他这个月发工资 说能发4000 我到时候会给我 视网都绪报道 这位冯先生 屡次因为借钱的事 上我们的节目 对于他 我们的主持人赵龙 也有话要说 不土不快 落点石科 且听我赵龙有话 赵说 时间不多 咱们长话短说 古希腊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 曾经说过 人不可能两次 踏进同一条河流 今天这位冯先生可倒好 因为借钱不还 这点小事 上了两把守望都市了 二位 活生生的 把我们一档 老牌民生新闻栏目 给开发出一款 要账功能来 说借钱不还 其实也不准确 毕竟面对记者的询问 人家冯先生 也是做出了 还钱的承诺了 只不过这钱 还得属实是挺费劲的 搁这十年前 那我肯定得借题发挥 我好好埋态埋态 冯先生这种行为 毕竟您身上 草脸太多 如今我岁数也大了 咱们是抱着 得饶人出钱 人的态度 一来劝劝冯先生 咱东北老爷们 你差钱 咱不能差事 二来一个 劝劝往外借钱的主 第一回对方不还钱 咱们就当花钱买教训了 你接二连三 还往外书写 那不让人收智商税了吗 另外 千万别指望着通过其他事件 说我加大资金投入 把之前的损失一招弥补回来 你跟他耗下去 那只能是拐柜换轮椅 轮椅换单价 最后啥也剩不下 林了咱们希望冯先生 您能兑现承诺 毕竟您也算咱们守望都市的熟人了 总共没多少钱的事 全省电视观众的面子 您哼是不能不给吧 今天的有话照说 就是这些内容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最近美国的网上 出了一个新词叫特朗普衰退 咱们来通过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6月8号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 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 发布了一份声明 正式宣布美国经济 在今年2月进入衰退期 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美国经济实现连续128个月增长 而这一记录在今年2月加仍而止 报告发布的第二天 特朗普衰退也迅速登上了推特的热搜榜 而特朗普在推特发文 我打造了世界上最棒的经济 是美国史上前所未有的 我将再创辉煌 弗洛伊德的律师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 要为所有曾遭受不公待遇的黑人同胞讨回公道 不能再让任何人的膝盖抵在黑人的脖子上 据CNN报道 乔治弗洛伊德的家人 已请求联合国希望其能介入弗洛伊德的案件 并鼓励美国政府对涉案官员提出联邦刑事指控 此外他们还要求对美国警察系统进行改革 包括降低警力 对每一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进行独立起诉和尸检等 弗洛伊德的家庭律师克伦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已就多起警察残酷对待黑人的案件 寻求联邦政府的保护 但即使有无可辩驳的视频证据 美国政府依然未能有效追究警察的责任 克伦普进一步指出 当任何国家的一群人 几十年来被其政府系统性地剥夺生存权利时 他们必须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 呼吁联合国进行干预 弗洛伊德家人的律师还发放了民主党参选人 前副总统拜登在休斯敦会见弗洛伊德家人户的照片 称拜登聆听他们失去亲人的伤痛 而在华盛顿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民主党参众两院多位议员 单膝跪地默哀8分46秒 佩洛西表示 民主党正在国会推动法案以限制警队不当行为 过度使用武力及种族歧视 而对于蔓延全美的示威活动 特朗普对处置效果显得十分满意自信 特朗普会见执法部门人员谈及美国警察的问题 他夸赞了当天在白宫与会的执法部门负责人 并夸耀了美国今年的低犯罪率 他还明确表示 不会对警察部门减少资金支持 也不会解散警察部门 自己认为99%的警察都是非常棒的人 同样担任过小布什政府国务卿的康多利扎赖斯 同一天也对特朗普喊话 推特治国心不通 而在美东部时间6月7号傍晚 罗姆尼也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两张参加华盛顿特区游行示威的照片 并配文黑人的命也是命 美联社表示罗姆尼是已知的第一个亲自下场参加示威的共和党参议员 而在白宫墙外隔离抗议民众的铁丝网被示威者改造成纪念墙 他们在上面挂满了抗议雕语纪念去世黑人的图画和装饰物 此前为了升级安保 白宫临时竖起了这道2.5米高的铁网围栏 他也立刻被网友贴上了宝宝围栏的标签 对于目前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6月7号接受采访时称 美国政府一直公开支持世界各地的暴力示威者 现在是自食恶国 他表示通过在海外拨洒混乱的种子 他们在国内收获了混乱 并已经开始渗透到美国的盟国 扎哈罗瓦还表示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西方世界面临的第二大系统性问题 仅次于西方国家未解决的健康问题和缺乏团结等问题 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知识酸奶 掌知识辣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心灵自卖 趁至生活 好运牛绕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达CX4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转雷震雨 17到30摄氏度 白橙晴 17到29摄氏度 松原多云 18到30摄氏度 四平多云 17到28摄氏度 标原多云转晴 15到29摄氏度 吉林晴 15到30摄氏度 通话晴 15到29摄氏度 白山晴 13到29摄氏度 岩济多云 15到30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 10到27摄氏度 长春多云转雷震雨 17到30摄氏度 七所空间五座车 嘉越XT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建设银行 吉林省分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大众接到VS7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消息 可能这周三四年级的孩子们 刚刚适应了学校的生活 那下周就轮到一二年级了 今天长春市校业局发布了 2020年春季学期 小学一二年级的开学通知 根据这个通知 长春市小学的一二年级 终于也要开学了 时间是6月15号 也希望家长 孩子们 做好开学的所有的物品准备 也包括心理准备 大家也得做好准备了 下周起 这早晚高空车肯定得多了 对 我就觉得应该提醒 这个真的早点出门了 另外还要提醒您 稍后播出的经典剧场 将继续播出 首播大戏好妻子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感谢收看今晚节目 明天见 明天见